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陈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焊系丝的选购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来拍一下这个好的焊液丝和差的焊液丝 在使用中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就用这两种焊液丝 我们来焊一下这两个IC 这一边加好的一边加这个差一点的焊液丝 我们来脱下这个IC 我们的烙铁温度是一定的 是一样的烙铁温度 我们在焊的时候看两种有什么区别 看这个好的焊液丝是不是要好脱焊一些 那么首先我把这个这边 靠右边这边焊你是这个好焊系丝 我们直接把它加上去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非常的亮的 然后我们把这边 我们先把这边焊完 因为这个烙铁上面偏偏沾了 好一点的焊系丝 等会影响这个测试结果 我们直接 这个手机这样不好操作 我们拉远一点 我们直接用这个烙铁 这样拖焊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拖起来就相当轻松 这个焊系它的流动性比较好 它跟着这个烙铁跑 它不像这个 插的焊系丝 它焊起来像豆腐渣 大家可以看这就已经 全部焊开了 看到没有 那么我们把这边再加上 这个差一点这种焊系丝 我们再来试一下看 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是不亮 这个焊点是发白的 这个也还算可以 但是感觉没有刚才那个好焊 这个脚位不容易拉开 也还可以 那么我们沾点这个注焊剂 就像这一两个角的话 它就不好焊了 那么这样也已经焊好了 就是说在实际使用中 就说差别还不是很大 因为可能它这个可能还不是说特别的假 就是说可能比这个还是要差一点 但是使用也还勉强可以 加了点注焊剂也能成功的把它脱开 当然可能这个脚位不是很密 也还可以 但是它们的溶点的话 肯定这个要高一些 这个我也没法测量 没有什么仪器测量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